系指南洋街前半段的电缆线都已经地下化了 不过在靠近南洋桥的这一段却都还没有进行 就有民众反应影响到通行还有整体的景观 所以在接获成情之后 4号这一天市议员廖正良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进行讨论 这是在今年8月份及10月份 议员廖正良邀请相关单位人员会刊 南洋街电缆地下化的情形 主要是因为整条南洋街平时来来往往的车子不少 而眼看过去没有电线杆整体的景观不错 只是看向另外一边 也就是过了240巷往南洋桥的这一段 电线杆林立没有几步路就一直电杆 民众就抱怨影响通行还有景观 而在接获成情之后也会刊过两次 现在要讨论的是有关于设置地点 所以4号上午就再度邀请了包括水利局 公务局台电等相关单位人员到了服务处进行讨论 很多厂商在上下化的时候 很多电线杆影响上下化的情形 很多都塞车了 今天最主要是要厘清相关单位 就是说要设边电厂的地点 要不要给予租金 之前我也有将这个事情 向我们的水利局的机长提出这个事情 他认为只要是公家单位 要推行公共政策的话 水利局这边是只要他们提出申请 水利局这边都会统一的 针对南洋街那边经常造成塞车的事情 以及导致交通事故产生 所以今天办理的这个会刊 就是因为希望能够将电线杆地下化之后 使南洋街的路幅可以增加 当天立委里庆华服务处主任也协助协调 因为南洋街工厂林立街道狭窄 电线地下化的配电箱很难找到适当的地点来埋设 上次的会刊中各权责单位也确认了电线地下化的 配电箱位置应该设置在靠近金融河畔的步道 所以会中也希望水利局能够同意 今天基本上台电台电原则上他会同意 就是施做这个地下化 那台电后续的相关的设计工作申请工作 也都会向新北市政府提出申请 后续新北市政府这边就将会由 议员跟委员办公室这边会来进行协调处理 确定就是说在自行车的步道 跟防御道路的利贷 这边这个可以设一个配电厂 那只要台电提出申请 那水利局这边就很快的会准备设置的地点 确认了电线下地之后 配电箱位置就在南洋大桥旁的金融河畔 找台电公司完成申请以及规划 南洋街电线地下化工程就可以进行 就成慧林细致采访报道